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被一片群山 田野 河流包围 把自然的声音带到耳边 用所听 所想 所见 去作曲 应该是每一个音乐人的理想生活吧 尘世之外的优雅 有令人向往的事情画意 醉人心扉 崇佐世就像一位隐士 定聚在中越边境 以无限风光造就出一方美丽 却不张扬的山水秘境 经历千年的流转 岁月变迁 这片土地被镌刻着时间走过的痕迹 也映画出绚丽的色彩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不是都读过 桂林山水假天下吗 后来有一次在国家地理上 看到说桂林山水假天下 崇佐风光塞桂林 所以就想着 一定要来崇佐看一看 其实这次来到崇佐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们联系了两位当地的天琴表演艺术家 也是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一下 广西壮族当地比较具有特色的络艺文化 老师们好 我是宋云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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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老师们 我来之前对咱们的天琴文化 做了一下功课正好 演奏的时候经常是伴随着我们脚上 系着一个彩铃一起演奏 然后能够演奏一些节奏非常快的歌曲 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安静的情歌 所以真的很感兴趣 借此机会想好好地了解一下 关于天琴的文化 天琴呢 它是我们壮族最古老的弹簸乐器之一 至今呢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那天琴呢它是两根弦 它的音色呢非常的古苦 然后它可以齐奏也可以独奏 那我们天琴弹唱的这个特色呢 它就是边弹边唱边打脚铃 就跟我今天带的吉他一样 但是天琴是两根弦 然后我结它是六根弦 对我们这个天琴的话 它的形距它比较独特 第一个它用的是我们自然生长的一个葫芦 要加上我们的两根弦 它是五品的 如果去运动到教学过程中呢 我们会设置一些流行啊 还有鼓风 还有摇滚的一些课程给各个的学生喜欢 天琴这种乐器如果要是摇滚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能请您展示一下吗 可以的 采取的是用传统的指法技巧 加上我们现代的流行摇滚的一个律动 嗯 太厉害了 在两位老师身上 我对广西这种独特的壮族天气文化艺术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其实不同的人对音乐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对音乐的诠释也不一样 就像我现在置身于重组的风景之中 听到了风声 鸟鸣声 环境声组成的音乐 各种各样的体会一下都会涌上来 变得十分立体 有时候觉得在音乐里能听到一切丰富的内涵 我们可以在音乐里感受一个地方的文化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生日月认为这种文化要是实行 如果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实现 谈啊 这种文化要是实行的 这种文化又是实行的 不可以在音乐里面对学生的 Eرت 和音乐里面一样 这种文化到一切丰富的内涵 我 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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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一面目光头光头小 昨天天琪老师推荐我 一定要来崇佐宁明的花山岩画看一看 他说这是广西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也算是把落月文化的记忆 我觉得文化其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它就像音乐文化一样 也会受人文精神还有生活环境的影响 不管是旅行或是音乐 我觉得是有本质上的共性的 就像是你在徒步旅行的过程中 或者骑着自行车身体动作的协调步调 还是旅行中眼前的风景 它们在或明或暗的节奏上 都和音乐有着天生的一致性 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同频 对不管是音乐还是旅行 都会更加的愉悦和充实 所以旅行的魅力就像是 只有你自己记得哪些刹那 让你感到那种莫名的幸福 不立文字的感觉更加真实 把自然的声音带到耳边 真的就会在你的世界里 构建出一首美妙的音乐 谢谢 雨随波烟散江去 林间仙光影 群山屋 群山屋也有景竹 看得天不熄 在心中我宁迟 陈深深深雷 密尽片召唄三十里 遇上清风铭 我幸运中走着寂 有你静静听